第二個呢 開始有重點喔 我看重點喔 你看這邊 我這裡我幫你做生理 沒有 來 我們看這邊 第一個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喔 位移有多方向性 老師 我不知道耶 來 我們舉個題目練習看看好不好 我們舉一個題目練習 因為題目練習有沒有人懂我講的東西是什麼 好 我舉例了喔 這個是0 這個是-2 這個是6 好 舉例 請問你 如果我從-2 走到6 我的位移是多少 8 為什麼 因為7點是-2 終點是8 終點是6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終點減掉7點 所以是8 對不對 好 這是從-2走到6喔 那我請問你 如果我從6走到-2呢 6走到-2 終點是-2 起點是6 所以應該是-2減掉6 所以是-8 所以很明顯的位移有沒有有多正負 有 有正負就應該會有什麼 方向性 所以旁邊自己講 位移是有方向性的 既然有方向性有正負 位移有正負 那速度會不會有正負 速度的定義是什麼 速度 位移處理時間 既然位移有正負 那就代表 速度呢 也有正負 所以速度也有方向性 所以看這邊寫到的 我們這寫到說 因為速度就是位移變化得來的 所以咧寫上去 位移的方向 就是速度的方向 好 把他寫上去 那麼 位移的正負呢 代表相反的方向 同理 速度的正負呢 也代表這個物體做的是相反的運動 所以第一個記住喔 速度是有正負的喔 速度是有正負的喔 但是請問你 速率有沒有正負 速率有沒有正負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的路徑長 有用的是什麼 正的 對不對 所以咧 它沒有正負 你想要去喔 速度是沒有正負 所以咧 它沒有方向性 所以它沒有方向性 OK 這個領先把劑彈寫起來 所以 التنا dans